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说完那句话后 拉玛尔便离开于是 他可忙得很 作为港口财政官 子觉的左右手 总另一地财政大权的人 能抽出时间过来找伊恩传话这点 就足以证明格兰特子觉对这件事异常重视 是场面化 还是我之前藏桌被发现了 对此 真的藏桌了的伊恩想了想 觉得应该只是场面化 让他打起精神权力发挥的意思 不 又思考了一下 伊恩察觉 子觉这话真正的意思 其实是演戏 无论是银房先生 还是他的那个升华职务 都觉无可能恰巧就在明天正好找自己鉴定 所有人肯定都是商量好的 要给那些外来客人 好好表演一番伊恩的硬实力 全力以赴的鉴定 成号 心照不宣的演戏 平方根 让整个哈里森港都配合演戏 无论是侯爵家族还是炼金协会都不可能有这个面子 一时半会想不出答案 少年不禁摇摇头 看来这件事牵扯的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朔光精辈 一个南海迷宫 走吧 拍了拍艾兰的脑袋 伊恩道 还是说今天想吃鱼 不想 想喝虾粥 男孩在吃饭方面的回答异常迅捷 令少年不禁失笑一声 拍了拍对方的小脑袋 虾可比鱼便宜多了 行吧 你可真好养活 四年的时间 艾兰也长大不少 不过说话还是老样子 根据伊恩的检查 男孩的问题并不在于身体 而是思维 艾兰将思想转换为语言的那一块脑区出现了异常 她无法顺畅地阐述自己的想法 只要时间异常 她甚至会短暂地无法开口 这并不影响日常生活 无非就是嘴桌一点而已 艾兰非常聪慧 在艾兰的教导下 她已经学会了相当程度的数学与简单的木工小知识 并且每天坚持和她一起陈练 等到艾兰的身体素质达标后 艾兰就会让她修行自己改良过的永浪者传承 为日后转换为妖精血脉做准备 成为升华者带来的身体素质全面提升与修复 应该能治好这个问题 艾兰在白知名的鱼饭处买了一盘大虾 并且等到了神色疲惫 准备找朋友打牌的赛南 渔夫虽然神色灰白 但身上的新红色必死之兆却淡了许多 还是有 没有完全摆脱吗 和赛南聊了一会后 艾恩又白的一小桶海胆 提着这份礼物 少年便带着自己弟弟回家 算了 至少不是必死 证明他听进去了我的话 虽然都只是小礼物 小便宜 但伊恩却不觉得这是应该得的 吃人之鱼 得人之善 总该做点什么 回到家后 艾兰便自觉地自学认自趣 而伊恩在做晚饭之前 先去自己房间 伊恩的房间非常朴素 他几乎所有的个人物品都在工作间 家里面只有换洗衣物 以及一部分叫艾兰读书写字的纸笔木板 不过 除此之外 在靠近窗户的地方 还有一个小小的鱼缸 里面有一尾半死不活 有气无力晃荡的银铃小鱼 伊恩将一点干哈米倒进鱼缸 当时 这看上去距离死只剩下翻肚皮的小鱼精神了起来 开始急速追逐吞噬哈米 然后 少年开启欲知世界 明天我在不暴露银色芯片和预知世界的情况下 全力展示自己鉴定能力 后果会如何 紧接着 随着想法上涌 但红色混杂着但黑色的雾气 便浮现在这微小鱼之上 5.伊恩若有所思 有风险 也不是很危险 但还是要谨慎小心 这条鱼 便是伊恩用来自我预知的参照物 随着埃兰的长大 当初可爱的小男孩就不能再作为同生共死你死我活的预言参照物了 虽然伊恩倘若真的遭逢大难 埃兰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随着弟弟的成长 他也会一同死去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低 至少 不会准确到可以作为危机方面命运参照的地步 故而伊恩干脆养了一尾银铃小鱼 这种鱼运动极其迅捷 以狩猎小虾和其他小鱼为生 生命力却一般 只要几天不喂时就会死掉 伊恩嘱咐过埃兰 无论如何都不能喂这条鱼 即便是它很久没回来也不行 死了就换新的 确保危机参照的可靠性 小男孩这点还是很可靠的 只要答应的事情 他就会认真去旅行 接下来 伊恩又开启灵能 测试各式各样的想法以及明日的行动模式 而各色雾气来回在这条小鱼身上涌现 结果大拆不差 危险性没有本质区别 这就是先知的日常 直接逆时序试错 什么失误 不可能的 只要我预知的够多 月案足够完善 就绝对不可能出现低级错漏 这能力用来预知未来走向可能有点模糊 但倘若确定仅仅是做个实验 以及未来几日的决策 却可以预测得相当清晰 只是如今 伊恩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参照物 六年前 那次异常的预言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不发生也是好事 或者说 只有我改变了些许那样的未来 才会出现全新的预言吧 精挑戏选出一个几乎完美无瑕的行动预案后 伊恩便心满意足地走出去房间 准备做晚饭 来一小锅海胆虾仁海鲜粥 预知世界并不是完美无瑕的 先不说雾气的解读具备无数种可能 仅仅是准确度其实都并非绝对 只要它的行动不能像是机器人一样 绝对第一照某一套计划行动 那么预知世界呈现的未来就会不断变化 归根结底 预知世界只是预知 先知 而并非绝对的预言 描述既定的宿命 就和做饭一样 即便是一模一样的菜谱 一模一样的配料 只要做饭过程中的行动稍微有一点偏差 最后的味道都会天差地别 怎么样 好吃吗 很好吃 很鲜美 想学吗 想 哈哈 等你长大点 能把锅握吻时就教你 一夜过去 第二天早 伊恩便将埃兰叫醒 兄弟二人做完晨练后 伊恩便让埃兰去劈柴 自己去做早饭 少年嘱咐弟弟今天好好待在家 如果有什么事情 可以去长老厅找普德长老 然后才出门 准备前往自己的工作间 虽然银房先生邀请他鉴定的地点在哈里森药铺 但他还需要拿点顺手的小道具 以及换上一套专业的代表鉴定师的银纹白袍 但 出乎预料的是 伊恩明明已经起得很早 来得也非常迅捷 白事杂货的门口 仍然有几个人已经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此刻大概是早间七点半左右 伊恩先生 看见一脸惊讶的白知名少年后 站在杂货铺门口的一位高寿伴老男人露出惊喜的表情 他哈哈一笑 便走上前 对比他矮上一个头的少年伸出手 我刚才还在和普德长老聊 猜测你什么时候会来 我原本觉得起码得是一两个小时之后 而他却笃定的说二十分钟之内 真没想到 你居然真的这么早就开始工作 实在是太过辛苦了 呃 不辛苦 反倒是您 银房先生 居然也来得这么早 实在是出乎我预料之外 伊恩侧过头 普德长老和几位银房先生的几位护卫就站在那里 白知名老者对少年点了点头 将头转回 伊恩是真的有点感慨 如果我知道你们会这么早到 我也会早点过来吧 豪商库塔格拉文特喜欢其他人用他店铺的名字银房称呼他 这位墨房主早些年经营米油面粉的粮食生意 在南陵总督开始收紧粮食经营权后在第一时间交割 得到总督赏识成为了那时的模范商人 还受了帝国优秀公民表彰 库塔格身形高瘦 面容仿佛贫苦老农 有一把灰褐色的山羊虎 他少年时被土著的疫病搞坏了胃 即便是后来在总督支持下做建材生意发了大财 成为了升华者当了爵士 身体还是有些病根 对土著障毒的抗性比普通人还低一些 你这个年龄应该多睡点才是 不过勤劳也是美德 我也不便多言 对于伊恩的话 银房先生却不敢苟同 他一向将伊恩视为平等的成年人 很是礼貌尊重 同理也可知当年他是如何获得 包括南陵总督在内的诸多贵族的礼遇的了 这样聪明又不失礼节 敏锐又有决断的商人 的确是容易发财的类型 我要去拿点工具和鉴定尸袍 解释了一下后 伊恩拿出钥匙 打开店门 上楼取物 所有人都在门口等待 直到一身白袍 看上去就相当专业的少年走出为止 走吧 他赫然是成了队伍的主导者 无论是银房先生还是普德长老都闻声而行 怎么回事 长老 路上时 伊恩和普德长老走在前面 他有些疑惑的低声询问一直沉默的老人 这阵仗比我想象的都要恐怖 告诉我究竟是谁 是埃伦家族 还是皇家炼金协会 亦或是皇帝陛下 对此 白之民老者神情严肃地说出一个词 就令少年神色睁然 全部 推荐一本朋友的书深渊专列 乘客您好 请出示您的车票 开向深渊的专列 就要发车了 这是个不太震惊的 具有生活气息的地下冒险故事